大家好 欢迎收看聊天球 我是亮哥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经典球局 是2011年球员行回赛 决赛决胜局 奥沙利文对阵特鲁木普 奥沙利文的这一杆 给特鲁木普留下了机会 特鲁木普一杆就完成了超分 并且在奥沙利文面前大秀杆法 凸显了他张狂的恶性 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请不吝点 只要去控制球球 这就不会很简单 这就是这种比赛 没有大碰到处理的架子 在设计的架子 在设计的架子里 是终于是一种不同的架子 但它是很威力的架子 我猜有更多变化 在现在看起来很像 JudTrump 33点的优秀 还在51点上 所以黑色的绿色是够了 六点 他不是很正确的 他可能会不会不需要用其他人 因为他是一个对手 這個紅球非常的關鍵 進了之後 完成了超分 並且還交了黑球 鎖定了勝局 這桿加勒左賽 想白球吃酷以後上去一點 可惜掛到了帶角 他現在會出現 在一場比賽 他不想看他到尾了 他不想看他现在 谁不想看他 他不想看他 他很幸运 但他在摆托 必须说到这场场 看他 那是真正的 他真的真的 他真的非常棒 他在这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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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一刻是最好的比赛的比赛 没有确认过这 36 41 扣手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